在本季的NBA名列前茅 战绩排名第一的就是 明尼苏达辉狼队 辉狼队今天在主场要迎战的是 目前吞下14连败的 萨诺尼亚马刺队 马刺队虽然在今年 由文贝亚马加盟 可以说是成为NBA的最大热门球队 但是这14连败 也让他们成为了NBA另类的话题 而辉狼队虽然在季中锦标赛 目前是鲨鱼而归 但是换到了三天的休兵日 这个对辉狼队来讲也是一大利多 在主场辉狼队他们拥有 九胜一负的傲人成绩 今天马刺队想要当个傲凯 当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他们现在是14连败 而在第二节 Devon Vessel在前场比赛 他攻下了全队最高的14分 今天上半场就攻下了全队最多的12分 他8投5中的投篮命中率 高达6成25 另外一位马刺队的球员 就是Keldon Johnson 上半场结束之前 他完成了这次的小人物上篮 也进一步把马刺队 在上半场领先的分数 扩大到了53比46 在前两节 Keldon Johnson一共贡献了10分 两次助攻还有三个篮板球 但是魔鬼是藏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根据统计 辉狼队在本季下半场的10分 总共平均只有50.3分 是NBA最佳的铜墙铁币的表现 而马刺队在本季下半场的防守 正好就是敲敲板的另外一端 因为他们平均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加总起来 要丢掉63.3分 是NBA第二多的表现 果不其然 马刺队在第三节投篮 频频打铁 命中率只有3成33 反观地主挥狼队 在Rudy Gobert的带领之下 单节的8分 也让T5球员Tel Anderson的6分 在两个人合力之下 让辉狼队在第三节开始 25比18的一波攻势 慢慢地收回了尸土 而到第四节 辉狼队再度乘胜追击 上半场只得到5分的Edwards 在下半场攻下了12分 其中有9分是在第四节所拿下来的 他的关键底角3分外线投进 让辉狼队取得81比77的4分领先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文本亚马在第四节 他也攻下了6分 全场他得到12分10个篮板球 在下半场马次队只得到了41分 但是丢掉了56分 辉狼队在法国中锋Rudy Gobert 16分20个篮板的带领之下 中场以102比94 中给马次队15连败 也让辉狼队他们的连胜 现在推进到了5场